搜寻与取代 搜寻跟取代是在文书编辑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功能 假设你一篇文章里面有很多的相同的字源 你发现我需要检查 或者是他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字换过来 我们不太可能去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去检查这样 当然你有很多时间是可以这样做 那一般建议是不会这样做 我们通常会利用搜寻与取代的功能来做 举个例子像这篇文章里面有很多的森林这两个字 森林这两个字 那你可以采用的方式是编辑里面有一个搜寻与取代 那寻找是这个快速键是Ctrl加F 搜寻与取代是Ctrl加H 所以个人的习惯也都会这样 我找到相同的字 如果你懒得输入字源的话 你找到那个字把它反白 按下CtrlF 这时候开启搜寻的功能 这时候开启搜寻的功能 我来一个个检查我没有输入错误 比方说下一个它反白在这里 升0没有错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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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就可以很快的速的一个个可以检查 如果是取代呢 那就请按Ctrl加H 假设我这两个字森林这两个字 我需要把它取代掉 Ctrl加H 我森林要把它改成什么 我假设我森林改成水字部的0好了 这是故意出 改错 错别识别的字好 那你可以选择寻找下一个字 然后你看这个要不要取代 要就按取代 它已经把它改成这个0了 那你也可以按怎么样 全部取代 按下全部取代 所有的森林都会变成这个森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不是都变成森林 你还找得到双木林吗 找不到了 以太西亚跳到最后面 他找不到 找不到相关的字 结果都只剩下什么 水字部的0 全部寻找 全部寻找 他就把所有的0都把你标出来 这两个字的 这是搜寻以取代 水字幕里面建筑